拼尽全力仍无法进球,站在禁区孤立无援,今夜C罗无比下面马赛洛今夜C罗,终于完成了万众期待的尤文主场首秀,4万多名尤文球迷前来支持今夏夏林尤文的超级巨星,只为见证C罗的一甲手球,本场比赛尤文依靠皮亚尼奇的远射以及曼朱基奇的技球,以2比0战胜来访的蓝英拉奇奥,取得联赛两连胜, 然而C罗还是没有取得进球,本场比赛C罗表现不可谓不积极,无球跑位,扯开空间,精准传中,落叶球远射,门前墙点,前场逼抢,应有尽有,甚至连回房也经常能看到C罗的身影,C罗确实想在主场观众面前拿出上加表现,虽然没有进球,赛后贡献一个助攻并多次威胁球门的C罗, 还是北平远为拳场最佳,除了对方门将再次开化之外,C罗本场比赛也确实运气不佳,推射空门也撞到了脚后跟,进球变助攻,另外比较严重的问题则是,尤文全队严重缺乏默契,本场比赛至少有十几次直接传球给到对手, 另外边路压上船,中的能力略显不足,其实最好的机会就来自坎塞洛在左路下地送出的船中,只是这样船球太少了,相比在黄马时期,两个边位马赛洛和卡巴哈尔的插上能力都非常强,同时也能送出一脚精准的船中,形成绝佳攻门机会, 特别是对宠马赛洛,他的持球能力和配合能力,令C罗无需过多的持球,在边路形成配合之后,立刻游移到禁区,而马赛洛超强的单兵作战能力,让他能将皮球快速而又精准的送进禁区,这也是黄马的常规战术, 可惜的这套战术,至少现在在尤文还无法看到,也许是球队默契还不够,但是全场比赛下来,即使脚传中,几乎没有形成一次像样的攻门机会,大多数都被拉齐奥后卫解围出去,有的甚至直接把球全踢回给了对方,也许,今夜孤零零站在禁区的C罗,会无比想念黄马的好机友马赛洛吧, 但是无论如何,C罗的表现还是越来越好,相信C罗在尤文的手球,很快就会到来